37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表中 绿原子跟氢离子 最大的差异在于 因为氢离子这边有带电 带着正电的话 代表它电子 会比平常 还要少一个 这边可以写 电子少1 所以呢待会我们会在比较 它的电子跟直子的时候会看到 它彼此相差为1 那题目所提到的质量数 应该是里面 数字最大的结果 因为呢质量数在我们的 了解中 质量数 相当于原子内部的 直子数加中子数的结果 所以它会是 这四个 数值中最大的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 加一丙丁 数字最大的 就是属于质量数 所以我们可以从氯来看 氯的三数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甲就是 在这一个 表格中代表质量数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看到 再来直子中子电子 因为在正常的原子中 一般的原子中 直子跟电子要一样多 因为 我们 在原子里面 原子序域代表是直子数 那整个原子 因为保持电中性的关系 所以呢 在 中性的原子的情况下 自子数跟电子数一样多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来判断 氯原子 在哪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判断 他们 这两个一定是 其中一个为电子数 一个为直子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 丙跟丁 可能是电子 跟直子 只是不知道 丙是直子数 还是电子数 但是我们可以从 这边来看 那 唯一无法 确定的就是乙 这边乙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 界定出来了 根据绿原子判断 甲为质量数 是不是最大 丙跟丁 可能是直子数 跟电子数 那这时候 乙就是属于中子数 接着我们要用什么来判断 丙跟丁的位置 是直子数 还是电子数呢 我们可以从 氢离子来判断 因为氢离子 刚才一开始有讲 氢离子因为带正电 所以电子少1 所以呢 丙跟丁 可以看到这两个数字 并不相同 理论上如果它是原子的时候 这两个应该要一样 可正因为 是氢离子 少一个电子 所以会发现 会电子有针有减的 这个栏位应该是电子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出来了 所以丁的话 因为 氢离子的关系 我们可以判断出 丁的位置 属于电子数 那相对的 丙就是直子数 所以以此类推 甲乙丙丁分别为 甲为质量数 乙为中指数 丙为直子数 丁为电子数 正确答案来看的话 答案这边只有 乙为中指数是正确的 正解 那其他的 丙丁 按照这个 我 跟大家说明的地方 就会 不一样 所以答案这题 我们要选B才是正确的